好像很不開心 在這裏 麻煩訪訪記者 在這裏 現在那些什麼斜貢人生 我現在又多了一個 就是除了下衣 歌手 加了一個業餘廚師的部分 因為近來確實多了 煮食了 也要多謝廣大的電視觀眾 電視台邀請我 去拍飲食節目 去煮食給大家 坦白說 是2020年的後半年 才開始學煮食 第一次認真進廚房 但最近吃過我手勢的人 都覺得不可以 我希望他們不是騙我 還有 今天也是第一次煮給我的好朋友 謝西嘉誠 其實他是由我初出道 開始已經 當我是很好的朋友的一個DJ 那 我都不當他是DJ 今天的身為 好像真的跟我朋友一起 staycation 來了西貢的這一個地方 待會就會用這裏的廚房去煮一頓 晚飯給他試一下 怕不怕被人評價到手勢 是怎樣的 我又不是太怕被人評價我的手勢 不好吃的話我自己都會知道 但是 這個餐單我都煮過好幾次 其實很簡單 也都希望煮出來的效果 怎樣都好應該可以過福 起碼爆先 但是你是不是有朋友說 你的手勢比起你的唱歌事業更加好 是啊 有些朋友都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自己都知道 如果要我說 去談論一件事的專業度 我想唱歌和做食物 和食物是差不多水準的 真的多謝大家對於我在電視台 做唱歌比賽的評判 的評價都很好 但是其實我自己知道 我說食物是比我說唱歌更加專業的 所以 希望今次可以做一場好戲 令到姐姐也有一口口福 但有網民說 你做歌手是屬於換票性質 你自己介不介意這樣被人說 我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從我一開始出道的時候 都已經有很多朋友說 他打兩份工當然好一點 當然可以 怎樣 一方面就去賺錢 一方面就去唱歌 就是當娛樂 我是相信 有耳朵的樂迷 這個感覺反過來 我相信現在的樂迷是有耳朵的 他們會懂得聽 不要說專不專業 而是有多喜歡去做一件事 坦白說我是真的很喜歡唱歌 還有這麼多年來 都是保持著 在娛樂圈差不多 只是唱歌的這個崗位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 我相信大家其實是知道的 所以 觀眾的意大是說良的 怕不怕被主食搞亂了你的唱歌生涯? 我怕被食物搞亂了我的唱歌生涯 而是搞亂了我的身形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吃了 但有一個好處 原來自己煮 不會吃太多 你會很想分享給別人 很想 你又試一下 你又試一下 所以自己 我有些時候是自己 甚至不好吃 然後有些朋友問 我剛才吃過一些東西 但其實我心裡是想他們多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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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